很重要 但这个气球虽然被打落之后呢 它还有无穷无尽的疑问要解开 非常非常的惊人 就是我刚给大家看的嘛 残骸 残骸上面总有些玄机吧 里面到底藏有什么 美国要用这么大的豪华阵容去打 我今天有好多好多这方面的戏剂 要提供给大家 本来会以为这题已经做了好几天 今天是不是可以换个题 后来发现不行 因为这题太有戏了 让我们继续嗨下去 前两天讨论这个气球题 不知道为什么很欢乐你知道吗 现场气氛超级欢乐 今天大家继续延续这个欢乐梗 但是美国是不是笑不出来 超级惊人 气球的残骸打捞 我稍后马上把照片给大家看 这个照片是美国官方所公布的 昨天公布了一张嘛 但是很糊有没有 远远的暗暗的看不太清楚 今天美国官方公布了几张 算是比较清楚的 那其中呢有好几位官员 官员ABC 你有没有注意到 有人叫A有人叫B有人叫C 都是没有名字的 当然这个什么意思呢 是记者掰的吗 还是说刻意要放消息 这个放消息 我们知道台湾的政治人物 也很会操作 也有塔律班 美律班 是不是我不知道 美国官员证实 某一位匿名的官员证实 气球残骸到底有什么 他说这个气球有 自毁爆炸装置 看到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我第一个脑袋想到台积电 你知道吗 之前不是有跟美国智库说吗 要在我们台积电上装 自毁爆炸装置 万一大陆打过来 砰 让它自己爆炸掉 不要落入大陆的手中 但这个气球藏有自毁爆炸装置 这个讯息在透露什么 第一个 这个气球的确不是很一般 对不对 如果它是个民用气球 用在什么气箱等等 需要自毁爆炸装置吗 那它应该就是有一些秘密的 不能见人的国防上的一些用途 但第二个我就觉得奇怪 既然自毁爆炸装置 被你美国发现 我就爆掉不就结了 我还被你打掉 搞了一场气球华丽秀 我们来看这怎么说呢 美国海军 美国官方公布了捞起 大陆气球的残骸的照片 这是官方公布的照片 你知道吗 官方公布的讯息 应该是有一定的目的含量 对不对 要不要它干嘛公布 那公布这几张照片显示 成堆的气球残骸 可以用手拉上船 有没有 我稍后放大给大家看 好多好多人 这应该是傍晚或是天黑的时候 当这个灯火通明 用手在拉 当然我也必须要帮他们讲 这个气球 打下来不是一大坨掉下 可能散成碎片 散成碎片 那美国军方还部署了无人驾驶的水下载具 大小等同一架区域型的喷射机 就是说水面上的水面下的空中的都有 3D立体对付这颗气球 来我们先把那个照片放大给大家看 也给来宾看一下 我们来爬梳一下好不好 有没有什么细节 这是美国海军所公布的 有几张打捞大陆气球残骸的照片 你看到没有 这张照片 123456789 这个挺上的目前可见的是9个人 用手在抓 有没有 天气很冷 戴着手套 用手在抓 这个是气球 看起来 这个像气球 像那种高科技 飞这么远 飞这么久的气球 好像薄薄的塑胶带 但当然了我这方面专业不够 所以就说是不是 然后这么这么多的绳子 还是说他们下去把它捆绑之后 往这边拖呢 是不是 这张是另外一个角度 一样的概念 那张是拖到一半 这张大概已经快要拖起来了 是不是 白色的一个塑胶带的概念 哇 这一大片塑胶带 但因为讲说那个气球很大 三颗卡车那么大 那捞起来的这些感觉上 好像没有这么厚实 能够飞那么远 或是没有那么大 当然它可能是破碎残骸的一部分而已 但目前肉眼看到的就是用手在抓 这个镜头就看得更近了 但是它稍微糊一点点 对不对 这是美国海军的推特的时候公布 也是一大片的塑胶带 还透明的 塑胶带还透明的 这是气球 还有这个 有没有 这个就稍微远一点 一样 所以大概同样的场景 有近的 有远的 就是有没有 这个是两 这个是从海面上往这边拖 有没有 一大片慢慢拖 慢慢拖 用手再拖 用手再拖 所以严老师 你先看了这个画面之后 因为我原本想 这个气球很不一般 美国监控那么久 最后豪华阵容把它击落 这气球多厉害 带有一些军事的 不可告人的使命 它应该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 但为什么这个打捞残骸的照片 看起来没有那么高科技的感觉 我觉得高级的材料 看起来跟普通材料很像的 很像 所以可能我们没办法分辨 但是我觉得看了这个 有自毁这个装置以后 我只想到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就是说他只是完了以后 他说我们这个完了 几秒钟会自己毁掉 完了以后最重要的一句 如果你任务失败 我们会否认你 你跟我们政府无关 我觉得大陆现在就觉得说 你这个今天已经被抓了 然后就现在说跟我们政府无关了 但我觉得说美国今天当然就是 包括拜登在这个国会自行 那个国情自文演说里头 也特别提到说 我们把他打下来了 打下来真的是 他是我这样子讲好了 他是没有抵抗能力的 对不对 他就是一个 就是没有自卫能力 就是当你对他打的时候 就是等于是我们到夜市去打那些 不动的东西一样的 没有这么难嘛 那把他打下来 好像看起来是个大事 但是事实上大家会想的更多就是 那为什么会容许他飘这么久 然后飘 所以其实后面的问题比较多 那然后打下来以后 你到底能够找到多少资讯 那美国现在是说有这个 自动毁灭的装置 那到底这个自动毁灭的装置 对我就要问严老师 因为这个前面几天我们都讲得很细 那现在重点主要是就集中在这个残骸 这个残骸要送到这个FBI去化验 对不对 因为这个上面可能有一些 甚至有人讲会生化武器 这次没有下次也可能有 他有一些生化武器的装置 可能可以看得到 所以美国还告诉大家 不只是水面上这些 这看起来就是很阳锤 不是什么高科技 水下也有 他水下也要侦测 所以说不定有些物质散到水下 这也很难讲对不对 那美国国防部告诉大家 这个气球大概61公尺高 大概比纽约自由女神 这个4.46公尺还要高 比自由女神像还要高 那FBI的专家团也证实 FBI也登上了打捞作业的船只 所以这些人里面有FBI的人 那美国官员A告诉大家 残骸散落的范围很大 就打下来之后 散到大概15个乘15个足球场的大小 也就是说这可能是气球的碎片之一 对不对 那这个中国间谍气球 有螺旋桨跟一个舵 那这个讯息事实上昨天有曝光 那现场的来宾是说 他证实就是说地面上人威 是可以操控的 是可以操控的 那也就是说大陆的讲法就破功了 大陆说是受到什么西风的影响 气流的影响 那事实上有螺旋桨认为 你地面上是可以操控的 那官员B说呢 他还搭载有什么感应器 照相设备的有效负载部分 状态已经不是完好无缺了 海床市场只找到了一部分 好这些讯息都蛮破碎的 跟这个残骸一样破碎 而且都是有些是不具名的 但是综合来看 你就会发现怎么样 这个气球残骸 当然美国讲的是不是确实了 因为不具名 它的可信度也要存疑 但这么多的讯息都告诉大家 这气球很厉害 这气球不一般 我再整理一下 破碎的讯息当中 包括什么 第一个气球很大 第二个气球很厉害 上面有螺旋桨一个舵 人为可以控制 第三个是什么 还有感应器 还有照相设备 第四个是最劲爆的 它还有自毁装置 请问一下 如果是民用的话 需要自毁装置吗 然后另外呢 我们看到这个 有一位科罗拉多大学的 这个航空工程教授专家 他怎么看 他说他不止不相信 中国大陆对气球的解释 他也不太相信美国的解释 他认为美国对这个气球的说明 也有一些疑点 确实如此 所以我们还是把焦点放在残骸上 严老师你觉得 因为我们说这个打气球 就是夜市打气球 打到好开心 有些人打到跳起来好开心 就是那个欢欣鼓舞的概念 我们稍后来看这个豪华团 今天又多了一个武器 那残骸是不是还可以再嗨一波 残骸我们还可以大作文章 美国对不对 所以这个残骸 美国说了算 气球也不会讲话 对但是我觉得美国 可能也没办法讲出太多东西 那我觉得中方也不会讲 为什么很有可能 中方放的一些东西 都不是非常高 这个军事用途的东西 只是来测试一下 我今天能够债到这个 能够有多少 说不定打下一袋米也不一定 但是我又只是开玩笑了 罗友说一袋螺丝粉 对对对 但是他就是要测试 这个整个的航程 这个能力等等 还有可能输送这个情报的能力 但如果今天 真的是未来 他大陆真的要用这样的情况 那绝对是高科技的武器了 绝对不会是这些了 好凯湘你怎么看呢 我还是觉得这个 自毁爆炸装置 听起来非常非常的惊悚 这么重要的东西 自毁爆炸装置 它就很机密 要不然我干嘛自毁爆炸 我没事去炸自己干嘛 表示第一个很重要 绝对不能够落入敌人之手 我宁愿回掉自己 我也不愿意被你逮到 但现在看起来 这个自毁爆炸装置 是不是失灵了 所以没有在关键的时刻爆炸 那美国已经告诉大陆 绝对不会把残骸还给中国大陆 那大陆当然很火大 大陆其实一开始是表达遗憾 其实姿态放得蛮低的 那但是后来 因为美国的这些种种 你知道把它就是拉高态势 大陆也开始强硬 这个气球是 那是中国的 不是美国的 这今天我们的造句梗 你有没有跟上 玩进来的朋友记得造句 然后中方会继续捍卫自身 正当合法的权益 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气球 中美关系实在太薄弱了 爆炸一个气球之后 中美关系就倒退很久 这个大陆国防部长魏凤和 再度拒接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林打来的电话 当然这是一个设计对白 很有画面感电话响 谁谁谁 美国美国打来的 我不接 有点这种概念 这是搞笑的 设计对白 其实去年12月 记不记得中美战机在南海 在空中擦点擦撞的时候 那时候大陆就是拒接 美国防长电话 但这两个讯息 都是由美方公布的 告诉大家 我美国人是愿意沟通的 我愿意谈判的 是你大陆把谈判的门关上 所以这个凯翔你怎么看 目前看起来事态无限升高 是不是就因为这个气球 确实很不一般 它有自毁跟爆炸装置 我觉得现在这个讯息 其实非常混乱 然后基本上我现在掌握到 我看到比较美国官方 比较官方的说法 其实并没有针对 这个官员ABC 或是国防部这样的说 国防部的说法 这个针对气球的尺寸 这个是得到证实的 那ABC其实并没有 真的非常的合适 然后这个美国军方 在释出第一波照片的时候 他其实只有讲说 他下面有一个很长的一套传感器 传感器其实这个早先 其实在他的气球 第一时间曝光的时候 那时候就有很多的 很多的说法 就是说他是有太阳能板的 那他可能必须是 因为在观测所需 所以他太阳能板提供电力 然后有传感的这个 这样的设备 让这个资讯能够 及时的持续的回传到 这个操控气球 或是发射气球的 这样的单位 那这其实基本上是合理的 即便是中方的说法是说 他是一个气象观测气球 那有这样的设备 有这样的电力来源的太阳能板 跟传输资讯的这样的设备 都还是合理的 那至于ABC ABC是一个间谍气球 有螺旋桨跟一个舵 就成如刚才方姐讲的 他要强调的事情是说 哪是故意的啊 他明明就可以控制方向啊 还有螺旋桨还有舵 他要飞哪里就飞哪里啊 他是故意先从这个加拿大 进入美洲大陆之后 然后再从我美国这样 上空飞过 还故意飞过我们的这个 导弹发射井啊 这是故意的 因为他有螺旋桨跟舵 然后再来讲说什么 他这个大硬感应器照相设备 有照相设备啊 他怎么会只是观测气象呢 他就是来偷看我 大雅美利坚国 这所有的地上的这些设施的 所以一定要有照相设备 然后再来第三个 就是说还有自毁爆炸装置 那当然就是 其实这个 这也蛮有意思的 昨天我看新闻的时候 我在掌握这个外电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是说 有爆猎物啊 万能还得了 那已经不是间谍气球 那根本就是个大杀器啊 结果后来发现说 又改口说他是自毁装置 但现在看起来 也没有真的找到 确切的证据 他有自毁装置 但是这样的讯息 其实又赋予这颗气球 一种神秘的色彩 他就 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有没有 这个都要 听完这个录音带 就要自毁 因为他都是 里面都是机密啊 所以他里面一定有 见不得人之处 所以才会有自毁装置 所以我觉得 但凯翔 自毁装置 为什么没有在 关键时刻启动呢 他应该早就毁掉 被你打掉之前 我就自毁自爆了 这件事情 我觉得现在我们都 说不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那ABC官员 这个是矛盾的 对 ABC的ABC三位官员 目前也不是美国官方 正式对外发布 然后经过确认 这样的讯息 可是呢 我倒是觉得 其实有个观察角度 就是 在这个 在气球被击落之前 他就已经变成 美国共和跟民主两党的 一个政治秀的 一个标的了 你看中共更讨厌谁 中共最喜欢谁 你看拜登就是中共同路人 什么之类的 谁敢对这个气球怎么样 大家都都是在吵这个 那所以这颗气球被击落之后 拜登在一时之间 他变成收割了 他变成这个美国队长 是不是 派F22 然后飞弹把他打下来 看起来 原本共和党叫叫叫 在那叫什么 然后结果被拜登收割了 那显然看起来这个戏 大家还舍不得落幕 共和党也许想要反回一层 怎么能让你拜登 就这样子收割走了呢 你变成最抗中保台 抗美保台 不对 抗中保美的这样子的角色 那共和党看起来似乎收割 也觉得自己还赚得不够多啊 所以继续释放一些 让这个气球赋予更多神秘色彩 更多致命性 更让击落气球这件事情 变得英明神武的一些讯息 我觉得好像蛮符合政治正确 别觉得台湾只有台湾有政治正确 美国可能也有他内政所需的政治正确 所以我觉得这些讯息 彼此之间有些矛盾 但我现在也不能直接说 他就一定是不对的 可能还要再观察一下 更多的资讯事出吧 我们来看一下有一张图 这个细节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气球灌满了氦气嘛 他有太阳能电池板 提供了一些动力 靠着太阳能有没有 然后他的仪器包括什么摄像机嘛 雷达传感器 通讯设备 这个就是航空器的飞行高度 我们看到大概在12公里 在这个离地面12公里 大概是商用客机的飞行高度 20公里大概是战斗机的飞行高度 那24公里到37公里呢 是监视气球的飞行高度 这样大家知道了吗 就是一般的这个战斗机来讲呢 我们看到这个比较难飞到这个高度 所以说要打掉这个气球寒冰 这个机种也有限对不对 对 其实美国为什么要拍F22 是因为他是执行这个任务 最好的战斗机 其他很多战斗机飞不到这样的高度 而且即使是F22 离他的上限 离他的以气球的下限 其实还有一小段距离 还有几千公尺 那他们一定是等气球已经 降到他们认为可以打得到了这个 高度的时候才出手 脑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某某水 放通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蜡气的推荐代码CP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CPI444